坐敵在香港足球名宿梁能人手上 接過香港體育記者協會 甲組足球1月最有價值球員 潔志在聯賽杯8強鬥屯門之前先贏聲勢 不過落到場鬥落 最出位的一位並非坐敵而是無比度 快到沒有腳影足的一腳 幫粉紅兵團上半場39分鐘先開記錄 說千奴橫行霸道絕對沒有誇張 說知屯門同場鐵壁 說打到掛就打到掛 又正如下半場10分鐘 潔志有機會打快速反擊 盧比度踏著撥Turbo 說過就過 推過門將再去追球 終止成功將球督入空門 處於困境的屯門雖然在最後13分鐘 靠美高追回成較接近的紀錄 以為見到一線曙光 但是潔志始終保得著2比1的勝局到原場 晉級4強會對南華 香港歡迎電視記者郭子龍過頭